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浩然信仰引人生频道 欢迎你和我一起 和斯特博士一起来学习 圣经 华人圣经一年通 对不对 那么我上次讲了造物主的主动 今天是第二讲 第一周的第二讲 从空虚混沌到井然有序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 地是空虚混沌 圆面一片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那么以赛亚向我们保证 神并非是地荒凉 也要给人居住 以赛亚书第45章第18节说的 但在最初的时候 的确是荒凉混沌黑暗 不是宜居住的 说在创世纪第一章 我们看见神如何一步一步的 使没有秩序的 成为井然有序的 叫混沌的世界成为美丽的宇宙 创世纪的作者显然明白 创造是一个过程 时间长短 则没有说明 那么第二节主动地 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 所以有些译本 因为这一节说 涉及的是没有味格的现象 例如海面出现风暴 新耶路撒冷圣经 把他译成神风在重水之上刮起 那么斯托德博士 他同意其他的翻译家所说的 认为此处是按照上下文来看 指的不是风 而是味格的圣灵 这个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 下面我们详细说 形容圣灵创作的工作 仿佛母鸡夫衣又除 此外作者除了提到神的灵 在创作上的角色 也提到了神的道 神说 因他说 说有就有 从经文内可以隐约看到 父神 神的道 神的灵 第三位一体的神 这并非过分的讲法 从这个偏重三位一神 三位 三一神其中的一个位格的时代 最健康的做法 还是回到同罪三位的立场上去 一开始圣经已经为 为着三位一体 建立的做了见证 这是值得重视的 能在刚开始读圣经全本 全本圣经的时候 就承认自己是麻信 三位一体的神的基督徒 实在是可喜的事情 那么这个创世纪呢 它是整本圣经的第一章了 第一本书了 那么创世纪的第一章 又说 七出神造天地 那么神怎么造的天地 造天地的时候 当时是个什么样子 对不对 他说地面呢 是一片空虚混沌 圆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上 那么 那么这个 到底 这个创世的时候 这个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说 他怎么相互 这个协调工作呢 那么前面我们看到 七出神造天地 这个很明显 就是说 第一个位格 圣父 他是创造 宇宙万物的主 那么创造 他怎么来创造 这个宇宙万物的主 这个怎么创造呢 对不对 我们说 在后面的圣经里 有提到 一切都是借照 他这个神的儿子 圣子来造的 并且一切是为了他造的 并且这个圣子 就是神的话语 所以现在神造的时候 他说有什么就有什么 有什么就有什么 实际上是一个神的 用他的话语来创造 也就是神的圣子 他参与着这个创造 还有呢 那个 他说圆面一片黑暗 但是 后面呢 有人说了 是刮着大风 对不对 圆圆黑暗 刮着大风 那么我们 从我们的角度上看 当时的时候有风 我想肯定会有风 但是说这个风 并不是神的本意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可在 那么如果说 这个时候呢 是神 他是有灵的 OK 那么神的灵 运行到这个水面上 那么神 他就参与这个创造 神的灵 再说就算有神 有他的圣子 但是如果这个神 没有灵魂的话 那这个神 是没有智慧的 是吧 所以呢 在创世的七初的时候 那么这位三位提的神 他们同工 一起完成了创造的工作 这是整本圣经 他要给我们告诉我们 一个意思 OK 所以我们要认识神 就认识这位三位提的神 圣父来是创造 一片黑暗 他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 在这个时候 圣父呢 那他圣子 神的 要借着他造的 为了他造的 这位圣子 他也参与了创造 而神的灵 在这个时候 毫无质疑 也参与创造 因为一切呢 都在神的设计当中 是吧 对不对 那么通过他的最高的智慧 来设计出来了 你看太阳 地球和月亮 这个微妙的关系 对不对 那么神创造的时候 宇宙万物 有这样的微妙微消 特别是这个生物 对 那么我们的染色体呢 我们的DNA呢 然后我们的基因呢 是吧 稍微这个眼睛 差一点点 我们就不能看东西 是吧 鼻子不能为味的 是不是 那么甚至我们 不可能站立得住 是吧 好吧 好不好 那今天的第二讲 就是第一周的第二讲 从空虚混沌到井然有序 那神的圣父 圣子圣灵 都参与了创造 这个道理 就给大家讲听了 好 谢谢你 我们再见 再见